這邊是接下來六天要住的 門口一進來就要廚房 然後他應該是不是附很多 該有的不會有的 好香啊 都會有 這些是有賣力的 冰箱 這裡 這邊 洗衣機跟紅衣機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六天就是要有地方可以洗衣服 要不然就一般飯店 衣服就要洗 還要洗衣服 這樣 客廳 一個電信 旁邊一個小的休息區 那行李他幫我拿上了 因為我中午就來缺陰了 然後下午三點 房間才好 這個臥室 浴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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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浴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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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會被割到 上面 浴室 看起來真的蠻不錯的 浴室 溫層 在大路邊 就希望說不會太吵 這邊有個陽台 什麼飄意啊 下面就有游泳池 有人在這邊休息 樓頂有健身房 接下來去看看 這個在烏捷路附近 前面那邊過去就有烏捷路 我叫過游泳池 游泳池這麼大 沒辦法熬掉 這樣就不來 一房一廳一位 接下來我們住六天 Flazer Residence 好 這邊一樓有一個主要的游泳池 很長耶 小長耶 有幾米 這個是比較深的游泳池 這邊是吸水 還有水上腳踏車 跟水上保護機 游泳池 游泳池 還蠻大的 這邊 小朋友的 跟人家 天鵝 這裡是 夾褲西 然後那邊 小廟的遊樂區 然後在後面 是烤肉區 他們這裡 大樓很愛用 游泳池 然後烤肉池 很讚 好 這是他一樓的 旁邊的 超 好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是健身房 Flazer的健身房 在頂樓 18樓 還蠻大的 壽司 壽司 也是很齊全 不齊全 不齊全 有的都有 沒有人 音樂很好 這就是 要 跑跑去的順 再看這個 前面 那就是有這個路 運動起來 心情也不錯 然後 它這 出去 那這個樓層 還有樣材 然後 兩個按摩椅 免費的 這看起來不錯 好 等一下 坐一坐 兩家 這 休息區 好 這個樓台 這個休息區 關 兩間 廚房 看這邊 稍微 好 看這邊 稍微 進來就有一個香味 乾淨了 該有的桑拿 生氣 桑拿 這個生氣 這個 椅子 這個 很不錯 今天 今天 餐 昨天跟今天差不多了 昨天沒有這個麵 然後昨天 昨天這個也不一樣 這個都有 好 把關鍵石用算出 這邊是12樓 有一個公共區域 廚房可以煮東西 搞笑 開趴 小小的區域 只有一個浴墨器 可以上來12樓 好 風景不錯 阿公已經很瘦了 然後他們種的這些 草 樹跟草都是真的 這個 這個恢復都不知道 花多少時間 很厲害 好 全部就是這樣子 這間不錯啦 預算夠 一次 最少要住6天 不能一個晚上一個晚上住 要連續住 如果預算夠的話 這裡真的是很不錯 禮物學路又去 武學路又很怕 很推薦很推薦 很推薦很推薦